第753集 甘宝论说 过去高祖宣皇帝司马懿 靠着他的雄才大略 顺应时势而崛起 性格深沉内向 城府很深 但能用博大的胸怀宽容他人 使用算计全数驾驭人才 知人善任 于是百姓一致相信他的才能 进朝的法度规模开始构建 世宗司马师承击了司马懿开创的基础 太祖司马昭继承了先辈事业 他们都粉碎了来自内部的阴谋 使前人建立的事业更加辉煌灿烂 到士祖司马炎便登上皇帝的宝座 他仁爱宽厚的对待百姓 勤俭节约保证用度 拥合而不放任 宽容而能够决断 统治遍及唐瑶渊当年的疆域 他颁布的新立法影响很远 影响到了遥远的边陲地区 当时出现了天下无穷人的民谣 即使没有完全太平 也完全能够表明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况了 武皇司马炎去世后 陵墓的泥土还没有干 但是变乱和灾难就接连发生 宗室的子弟没有帮助辅佐皇城 职位最高的大臣 没有让百姓瞻仰的高贵形象 早晨是商朝的伊尹 周朝的周公 晚上就成了凶暴的劫和道指 国家政务屡次落入 围乱之人的手中 禁卫军队分散在四面八方 地方上没有坚如磐石的 镇守一方的人才 关爱城门 也没有茅屋来的坚固 容忍截忍称敌 怀地敏地失去尊严 为什么呢 大权旁落 国政交给了没有才能的庸人 礼仪廉恥 思维没有确立 只是苟且维持政务而已 基础构建得很大 那么就难以倾倒 根基很深就难以拔出 政务有条不紊就不会混乱 人心牢固地 结连在一起就不可动摇 过去拥有天下的人 所以能够长治久安 就是这个道理 周朝从后继开始爱护百姓 经过十六代后的周五王才成为君主 他们积累的基础树立的根本 是这样的坚固 今天晋朝兴起 开创基业树立根本 已经与古代不同 加上朝廷中缺少纯正有德的人 乡爷也缺乏不会犯同样错误的乡老 风俗 迷隐 怪僻 什么是羞耻 什么应当崇尚 都失去了标准 学习的人 以庄子老子的学说为宗旨 废出了诗书 礼乐 一春秋六经 谈论的人 以虚无放纵为明理 却轻蔑礼教和谦逊 修身的人 把放纵随意 当作所谓通达 却瞧不起操守品德和信用 求官的人 把能够用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官职当作高贵 却鄙视遵循正道 当官的把不分是非 不问政务为崇高 却去耻笑那些在政事上恪守职责的人 所以 刘颂屡次论说致氏的道理 父贤常常上述 矫正错误 都被称为庸俗的官吏 但那些依仗虚无 荒废自己的职守 迎合着自以妄为的人 却都声明显赫海内截止 像那周文王李正 从早晨忙到下午都顾不上吃饭 周朝众山府做事昼夜不懈怠 都被吃笑贬低 认为是灰尘一样 从此 在名誉这方面混淆了善恶的事实 感情和邪恶都投入到 追逐财物私欲的路上 选官的人 因人而不是因才来选择官员 当官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 世家豪族皇亲贵妻的子弟 破格超越 不管资历和次序 悠悠人士 全都是追逐名利的世人 朝廷百官 没有举贤让能的行为 刘柱重让论 提倡举贤让能 却无人醒悟 刘宋制定考核官员的九班之制 却不能得到采用 妇女不懂得纺织刺绣懂女红 随心所欲 有的忤逆公婆 有的杀戮妻妾婢女 而其父兄却不以为粹 天下也无人非议 理智法度刑罚政令 因此受到严重破坏 国家将要灭亡 根本一定会先颠倒 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所以观察软疾的行为 就能发现李志明 叫崩溃松弛的原因 查试愚蠢和甲冲之间的纷争 而可以发现 担任百官之长的大臣 大多行为不端 考察平定东吴时 互相争攻的情况 就可以知道 做将帅的不谦让 思考郭卿的计谋 而能感到容忍敌人 要挑起事端 观览父玄留意的言论 就能知道百官中的奸邪之事 核查父弦的奏义 以及前神论 就能看到宠幸和贿赂 公然进行的情形 百姓的风起国家的趋势 既然已是这样 即使是中等平常的才能 只知守城的君主来治理 也害怕导致霍乱 更何况我朝会帝 用放任纵情的行为方式 来军临天下呢 怀帝在变乱的时局下 登上地位 受到势力强大的 权臣的控制 敏帝在朝廷奔波流亡之后 即位屠有虚名而已 进逃的天下大势已去 如果没有一代 冲行的治世雄才 就不能再取得天下了 石雷在殿城围攻岳平太守韩聚 韩聚向刘昆请求救援 刘昆刚刚得到拓拔骑路的军队 想靠着这些军队的锐气 来讨伐石雷 鸡丹魏雄劝谏说 这些人虽然是晋朝的百姓 但长时间沦落在异族地区 不了解您的恩德信义 恐怕他们难以使用 不如暂且在内 收取鲜卑人的剩余古物 在外抢夺胡人贼寇的牛羊 弯壁关卡守住险要之地 开展农业生产 停止军事行动 等待拓拔骑路的军队 受到礼仪的教化感召 然后再使用他们 那么工业一定会全部完成 刘坤不接受 然后把这些人全部调遣出去 命令鸡丹率领两万步兵骑兵作为前锋 刘坤驻扎在广牧为他们生源 石雷听说鸡丹到了 于是打算阻击鸡丹 有人说鸡丹兵士战马 惊悍强壮 势不可挡 不如暂且带兵避其锋芒 修筑深沟高墙 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锐气受挫 一定能够获得全面胜利的 石雷说 鸡丹的军队 人数虽然很多 但从远方开来 兵士疲惫 号令还不能统一 有什么惊悍强壮可言呢 现在敌人来临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呢 大军一动 难道容易中途回事吗 如果鸡丹成我撤退之际 而攻击 溃逃都顾不上的 哪能挖深沟筑高墙呢 这是消灭自己的方法呀 当场斩杀了说话的人 安排孔长出任前锋都督 命令三军 之后出击者斩 石雷占据险要之地 在山上设置诱敌的兵马 前面安排两支军队埋伏 派出轻骑兵与鸡丹交战 假装不能取胜而退逃 鸡丹放开军队追击 进入埋伏之中 石雷前后驾及鸡丹的军队 大败鸡丹 缴获铠甲战马数以万计 鸡丹卫雄率领一千多骑兵逃奔带军 韩聚弃成逃跑 并走土地为之 震惊恐惧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时 司空长使李鸿率并周向石雷投降 这样刘坤失去据点 进退两难 不知所措 段匹派使者邀请他 初五 刘坤率领布中 从飞湖奔往寄城 段匹见了刘坤 非常敬重他的为人 于是就跟他联姻 并结拜成兄弟 石雷分别迁徙阳区岳平的百姓到湘国 安排了郡守县令等地方长官而回市 孔长到戴郡攻打鸡丹 杀了他 孔长等人又攻打强盗首领马延峰 很久攻不下来 司机并掩四周的数万户流民在辽西 多次互相招引 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石雷向蒲阳侯张斌询问计策 张斌说 马延峰本来跟您没有深仇 流民们的心中都很撕恋自己的故乡 现在调动军队回市 选择安排优秀的地方长官 让他们招服安慰他们 那么幽州济州的强盗 用不了几天就能够肃庆 辽西流民将会互相搀扶着走来了 于是石雷宣兆 孔长等人赶紧回来 安排五隋县令李回担任一北都护 兼高阳太守 马延的兵帅一直佩服李回的威严恩德 大多叛离马延选择投奔李回 马延恐惧极了 于是出逃投税而死 冯率领他的步众投降 李回迁徙到易经居住 跟随他的流民不绝于当 石雷高兴封李回为易阳子 给张斌增加一千户的封义 并升为前将军 张斌坚决推辞而不接受 丞相司马瑞听说长安失守 带军队出去露宿野外 亲自穿上铠甲 向各地发布西文 限定日期北伐 因为水稻运粮耽误了日期 杀都运使纯于伯 行刑的人用刀擦柱子 且逆流而上 一直到两丈多高的柱子末段才留下 观看的人都认为纯于伯冤枉 丞相司力刘伟上言说 纯于伯罪不该死 请免除从事中郎周等人的官职 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人上奏书 承认错误 请求免除职务 司马瑞说 政令刑罚失当 都是我糊涂昏昧造成的 他没有把一个人问罪 刘伟性格刚烈不寻私情 当时他弹劾了许多名士 但司马瑞总是加以宽容 因此大家都把怨恨集中到刘伟的身上 南中郎将王涵是王敦的哥哥 因为家族势强地位显赫 所以性格骄傲放纵 有一次他主动安排参佐 以及郡守县令等官职 就达二十人左右 而且大多不称职 刘伟弹劾王涵 把罪名全部罗列了一遍 后来这件事情虽然被压了下来 但是王氏家族对他十分痛恨 丞相司马瑞让少旭担任冀州四事 少旭的女婿广平人刘霞 在河济地区聚集了一些人马 司马瑞就让刘霞担任平原内侍 拓拔普根的儿子又去世了 国人又把他的叔父拓拔玉律 立为首领 本来说是长命中性样 Aww 来说是长命中性样你说的 葡萄和农 上来让你写住 所以我把他们放得到 来说是长命中吧 大家找到 atual命中ies 就说了 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